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出来直接上车 所以今天是没有戴口罩这样 是的 13号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点咳嗽 然后当天就好了 对 我们就是吃了一天感冒药 然后就完全康复了 所以我们之前的症状完全就是普通的感冒 大家在家的话也不要过度的紧张 如果你没有出门到处去走动的话 应该不会有感染的几率 今天是3月17号 全加拿大已经有473例确诊了 但是在多伦多确诊的数量是64例 加拿大的整个爆发75我们看了一下 大概是在3月13号这样 是的 今天我们打算出门带天乐去练车 然后出门看看 听说目前多伦多的情况是 很多大公司都已经停工了 大家都是work from home 就是在家工作 所有的学校都改成线上教学了 不过昨天天乐跟我们说他二十几号有一个驾照的考试 居然还没有取消 所以就是想让我们两个今天带他去练练车 可能有的小伙伴不知道天乐是谁 然后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 他是湖北卫视非正式会谈的一个印度加泰国的代表 假如大家很无聊的话 我强烈推荐你们去看一下非正式会谈 他是一档很多外国人聚集在一起 然后用中文来讲他们国家文化的一个 我觉得比较算知识输出型的节目 非常的有趣 在这个节目里不仅能看到搞笑的一面 也可以学到很多就是 平常我们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值得一看的节目 不只是女生爱看 他也挺爱看的 这个节目最新的两季呢 都是由Bilibili和湖北卫视合作打造的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后期团队也非常的给力 像之前国内疫情大爆发的时候 他们竟然就改成了在网上 然后这样非正式卧谈 几个代表在网上连线 然后录成了最新的两期节目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真的很值得大家去看一下 然后天乐呢 是我们在里面应该算是最喜欢的一位代表 今天就准备去和他见面 然后带他来练车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天乐的宿舍门口 我今天还专门为他化了妆 我之前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化过妆了 然后刚才我们一路过来 就是看到路上啊 车和平常都差不多 不像国内当时有疫情了之后 路上就完全没有车嘛 嗯 这边就完全和以前一样的 然后刚刚路过医院呢 看了一下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就是从外面是看不出有什么情况的 至少不像国内就是排很多人这样 你好 我是白显朱卫坦泰国 印度代表的天乐 不是墨西哥的吗 给你一个忏悔的机会 你跟我们讲一下 你以前有什么事情有骗过人 就是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我 我住哪里 我是什么人 所以我告诉我骗他们 我是墨西哥 墨西哥 你是墨西哥人 不是墨西哥的吗 不是墨西哥的吗 我们今天先试试一点点的吧 因为我盒子有没开 棒 你上次是什么地方失败了 Rampton 就是原因 哦 原因是这样 你知道吗 我昨天在网上看了 Rampton是百分之五十八个人会失败 哇 你明白了吗 很多了 一半 对啊 模仿一半 所以我就失败了 我失败是因为他放了两个空 其实我做的非常棒 但是可能那天我太紧张 然后怕了 然后 他自己放的 对啊 我那很严格 对啊 其实我看不到 你需要有人跟你喊到车请注意 到车请注意 要坐天乐开的车 OK 等一下怎么调 你看我的头发很恐怖 这个是速度 这个是车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 我记得那天我忘了把它放上面了 然后它一直有个声音 然后我不知道那个声音从哪里出来 我解作我听不到 考官 考官 他听得到哦 然后我一直就 嗯 它就这样 你应该就问他 What's going on 没有 我不敢问 过了几分钟他就 你忘记了 过了两分钟再跟你讲 我很尴尬 要出发 出发 出发 安全 我可以起来 OK 一直在看他 你前面披静抹车 继续开 你看你在他的车一半的时候 就是他一半 OK 开始 你就打一圈 打一圈这样 打一圈 然后你就一半的时候 然后我就reverse 但你先得打灯 OK OK 慢慢的重刹车 OK 差不多45度 你看 45度 然后我就弄 回来 OK 然后继续倒 OK 你们都会像我看前面 然后 然后继续 继续 继续 然后就是这样 打直 所以你翻开盘 得打平 你现在这样 还有一圈 OK 现在还是直的 但是你现在离这个有点远 你现在离这个有点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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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直就是这样 今天做示范 这是比如对吗 对的 example 不要我做示范 你做示范 你就一直到不好 OK OK 差不多就这个距离 就差不多一半嘛 相当于好 reverse OK 差不多45度了吧 OK 但是你一直要看那个镜子 好 然后你再打直 因为我现在没有打死的 我还有一圈 我可以差不多 我可以一直看这个路面 那你就一直调整 一直调整 一直调整 一直调 你没有打死 对假如多了就回来一点 OK 问题是我们每次都打死 对 然后最后的时候你还有点距离 你再往前 你可以这样子 它也可以靠近 嗯 就靠近了 OK我明白 好很多 嗯 因为我现在不是定时 对 你要自己调 你看不到这个镜子里的那个路眼的话 你就可以看根据前面那个车做参照 嗯 然后你还要往前面开一点 这样很好 你一直在吃东西 对啊 对啊 记得我一直在吃东西 因为我很饿 我吃完吃 我也应该吃饭的时间 你们是几点 几点 他是我八点 然后他一直不让我吃饭 他一直跟我走到队 然后我说 诶我想吃饭 那你们之后还会录非正式卧潭吗 录我录了一共有五个 我录了两个 BANG NASRY PRONTER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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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DRIVE WALK DRIVE 我看起来 先 先不会开车的人吗 像 哈哈哈 他感觉很久没开的样子 对吗 所以你看呢我要就是 要熟一点 要熟练一点 你选就行了 OK 所以我就看 1 2 然后3 OK 这边是我的 对吧 我的方法 对吗 对 我还记住 你看 用手机给他挡住 OK 可以进来了 进来了 要感觉这个车是挺直的吗 有点歪是不是 对 你就让它直着 你现在能看得到这两面线 你这边是挺近的 对 你想那个车怎么穿的 就是这么直 对 你想那个车怎么穿的 你必须要往左边打翻一下 他才能趁着 往左边吗 怎么意思 刚刚到的好像就多到了点 在考虑的时候 我可以做这样吗 就是意思不对了 我可以再来吗 可以 只要你停进去就可以 只要你不是一直一直停不进去 我上次停了五六次都没停进去 哦真的吗 那种情况你就可以直着开一下 可以 可以 白天路的学校看一看 他们学校现在也关了 不怪的话不能进来 这边是发墨型 药店还开着 你看什么都没有了 人家都卖完了 这是什么 这是维度C 所以你一天吃 一茶匙 吃大概三四个吧 看这个都只剩三个 觉得我们要拿一个 这个就是天乐在上次非正式卧坛吃的 烤试神药 我们现在让天乐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种治什么失眠的药 因为他睡觉一直有问题 我忘了要吃多少 我看一下我的Instagram 睡觉之前一个小时是三个 两个星期之内就会效果 你可惜是先去吃的 反正还有别的 梅拉图林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 他之前就是梅拉图林 但是我告诉你很多人 只为的梅拉图林是为了睡觉 不是梅拉图林 只是为了导时间 不是一厢人 就不知道 以为梅拉图林是帮助你去 就可以尝试这样做 每天每天三个 现在学校这边都没有人 就是他们学校诊所都关掉了 那还有吃饭的地方 对 好吃嘛 非常好吃 这个是图书馆 都没有人 我们现在回车上了 然后跟天乐告别了 先洗个手 因为刚刚下车了嘛 但是他们学校里面 就是基本上除了工作人员 完全没有学生 教室啊 图书馆也关了 然后他们是有clinic 就是给学生开的 然后让学生来练习的这种clinic嘛 就也会接待病人 但他们clinic也关掉了 然后刚刚我们就在他们那个药房 买了一些保健品嘛 这个是天乐给我们推荐的 他说最近疫情的情况 然后我们必须要吃维他命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是维他命C 它是粉末的那种 这个牌子我在当地的就是shoppers 就是我们平常的药房好像是没有见过 还有就是要配合这个维他命D 这个是直接挤在嘴巴里面吃的 就是可以增强免疫力 然后我也有一个睡觉的药 我一直都有睡眠的问题 我也试了好多其他的帮助睡眠的东西 我感觉效果呢不是很明显 所以我还是准备来试一下天乐推荐的这个吧 然后他们的学校药房超大方 赠送的鱼油也是含维他命D的这种 他跟我们说吃的也挺好的 那今天呢我有幸做了一下天乐开的车 我感觉他的技术还不如我 他技术还行啊 就可能停车的时候 停的不是很好 还没有我好 但今天有所进一步 我们看接下来 我觉得他的物性比我高很多 他今天开的不好 大概是因为他已经三个月没有通过车了 最后呢就希望我们可以让他在考试之前 然后把车练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值者装到轮胎了 左拐的时候 左手很僵硬 就是像这样子 就是说唱的时候这样子的拐 为什么呢 不要说我了 这感觉很薄 还想不想坐车了 下车